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马可福音》第15章第37-39节 他那里这样说 耶稣大声哭叫气就断了 殿女的万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对面站着的伯夫掌看见耶稣这样哭叫断气 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其实这里说耶稣基督去到最后的几句话 气就断了 其实在耶稣基督断气之前 他是低下头 然后他是说 付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 当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气就断了 其实主耶稣虽然是生命的主 但是他仍然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去写去 然后他说 殿女的万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其实这个的万子呢 其实就是在圣殿里面 致圣所那个的入口 其实这个的万子大概有18米长 还有9米的阔 而且厚度大概是一只手掌那么厚 所以其实这个万子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万子来的 这个就是隔着圣所和智圣所的一个的万子 其实这个的万子呢 其实哪一个可以入这个智圣所呢 就是大祭司只可以一年一次的去到智圣所那里 去到大属罪日那里去到献祭 并且呢是需要带着那些血灑在这个药柜上面 跟着呢是表示罪的人呢 只要凭着责罪的血呢 就可以去到智圣智杰神的那里了 但是公牛和公山羊的血呢 不能够完全去除罪 但是当耶稣基督钉起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流出的补血为世人而死 所以当他气断的时候 这个的万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就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进了去万子里面 进了去智圣所里面 而且呢为我们的罪 革除了这个的万子 我们可以直接的去到神那里 透过耶稣基督 耶稣帮我们开了一条又生又活的路 直接的去到神的面前 其实呢我刚才说想看一下一个人物的故事 这个人物呢就是当时站在对面的白夫长 他说见到耶稣这样哭叫断气 他就说了这一句说话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其实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五十四节 同一位的白夫长和一起看守的耶稣的人 见到地震并且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 就是说这个是神的儿子了 同一段的说话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四十七节 白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 说这真是个儿子 其实呢我们见到 无论在马太说白夫长见到地震 见到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 跟着呢但路加就说 当他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就归荣耀给神 就说这个真是儿子 其实白夫长当时就是管车耶稣 和两个强盗一起在十字架上面 就是怎样钉那些人上十字架呢 这个的白夫长就是管住那些兵丁的 其实按罗马的军制 一个营有六十个白夫长 所以这个白夫长他见到这些天分地暗的时候 是一件好奇特的事 所以他就听到 他也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 那七句的话 可能他真的从来没听过这些 有一个人会在临死之前 还会说这些的话 所以他听到这些说话之后 令到他的心很激动 令到他相信 承认这一个是神的儿子 也是一个义人 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完全不明白当中的意思 但是他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就是可能他真的有一个的愿意去冒导 去寻求的心 知道要将荣耀归给这个天父 其实我们都需要将荣耀归给神 或者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 但是我们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效力的时候 我们是实在需要学习 好像这个白夫掌一样 他见到所成就的事 就将荣耀归给神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的呼喊 又或者听不听到我们要敬畏他的那种呼喊 有没有听见他说我们要跟从耶稣的那种呼喊 有没有听见他为了脱离 救我们脱离那些罪恶和惩罚的那种呼喊 我们愿不愿意 好像这位白夫掌一样 当我们见到耶稣 见到他所成就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去承认他是一个义人 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更加的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 我们明天再见